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缺陷 缺陷是指实际晶体与理想晶体相比 有一定程度的偏离或不完美性 把两种结构发生偏离的区域就叫做缺陷 那么缺陷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缺陷的产生可能是由于温度升高 导致平衡位置处肢底发生热震动 偏离平衡位置形成缺陷 也可能是由于掺入杂质或环境气氛的改变 那么为什么要研究缺陷呢 研究缺陷有利于寻找排除缺陷的方法 提高材料的性能 另外我们还可以有目的的引入缺陷 来改善材料某一方面的性能 材料的发光发色等都是以缺陷为基础的 这节课的重点呢是缺陷的一个分类 主要给大家介绍点缺陷 点缺陷在三维方向上的尺寸都很小 处在以两个原子大小的级别 其主要有两种分类方式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 根据实际晶体相对理想晶体偏离的几何位置来分 可分为空位 即正常节点的位置没有被支点占据 如图一所示 间隙原子是指支点进入间隙位置 如图二所示 最后呢是杂质原子 它是指杂质原子进入经格中 这可能是在结晶过程中混入的 或者有目的的加入的 杂质原子呢可分为以下两类 当杂质原子进入间隙位置时 我们就叫间隙杂质原子 当杂质原子取代或者置换正常节点处 的原子时 叫取代杂质原子 如左图所示 白点呢代表溶剂原子 黑点代表溶质原子 当溶质原子 置换正常节点的溶剂原子 就形成置换固溶体 如右图所示 同样 白点代表溶剂原子 小黑点是溶质原子 当小黑点进入间隙位置 就形成间隙固溶体 另外 按缺陷产生的原因 还可分为三类 热缺陷 杂质缺陷和非化学剂量结构缺陷 首先我们来看热缺陷 什么叫热缺陷呢 热缺陷是指当晶体的温度 高于绝对零度时 由于晶格内原子热运动 使得一部分能量较大的原子 离开平衡位置而形成的缺陷 它主要包括弗隆克尔缺陷和肖塔基缺陷 首先我们来看弗隆克尔缺陷 如图所示 正常节点的原子离开原来的位置 进入间隙形成间隙原子 在原来的位置形成空位 就叫弗隆克尔缺陷 它的特点是 空位和间隙是成对产生的 晶体不发生体积的改变 所以它的密度是不发生变化的 通常来说 理想晶体原子在平衡位置时 能量较低 而进入间隙位时 形成的间隙原子能量较高 因而实际晶体比理想晶体的能量要高 下面我们来看肖塔基缺陷 如图所示 智点通过热运动 跃迁到晶体的表面 在原来的位置形成空位 就产生肖塔基缺陷 需要注意的是 对于离子晶体来说 为保持电中性 阴阳离子会同时迁移到表面 留下正离子空位和负离子空位 因而肖塔基缺陷的特点是 智点迁移到表面 正离子空位和负离子空位 是成对产生的 由于质点迁移到表面 所以晶体的体积是增大的 那么晶体主要产生哪种缺陷呢 我们可以从能量的角度来分析 形成肖塔基缺陷能量较低 所以通常以肖塔基缺陷为主 另一类是杂质缺陷 杂质缺陷是指杂质原子进入晶体 而产生的缺陷 它主要分为间隙杂质和致幻杂质 杂质缺陷与热缺陷不同 热缺陷的浓度与温度有关 而杂质缺陷呢 其浓度与温度无关 主要取决于杂质的溶解度和掺杂量 它可能是由于自身存在的 也可能是有目的的加入 以改善晶体的某种性能 最后一种是非化学计量结构缺陷 它是指存在于非化学计量化合物中的结构缺陷 化合物化学组成与周围环境和气氛有关 不同种类的离子或者原子数之笔 不能用简单的整数笔来表示 比如二氧化钛 在还原气氛中 一部分氧气脱离原来的位置 钛氧笔不是1比2 而变成1比2-X 就形成了非化学计量结构缺陷 它实质上呢 是一种电荷缺陷 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